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来做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喝的汤 清淡鲜香还有营养 首先准备胡萝卜半个 先切片,瓦齐后切成细丝备用 泡发好的木耳,卷起来切成丝 鸡胸肉一块,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备用 再打一个鸡蛋,加点料酒,打成鸡蛋液备用 这样主要食材就做好了 锅里水烧开,倒入木耳和胡萝卜丝烧水 水再次开后半分钟左右捞起 重新起锅烧水 在水烧开之前,加适量的淀粉水 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 然后倒入焯好的木耳,胡萝卜丝 水开后慢慢下入鸡肉丝 鸡肉容易熟,最后下入更滑嫩 加食盐 来胡椒粉 然后转小火,将鸡蛋液成细线淋入 这样蛋花又薄又好看 最后来一把香菜 即可起锅 这样一倒三十根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补须太多了调料,味道鲜美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水烧猪美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